演员这份职业并不是单靠努力就会成功,还需要机遇的加持。 很多优秀演员都面临这样的处境,演技精湛可就是名气不高,努力的人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 演员隋俊波就因出演人世间的郝东梅而被观众熟知,终于他等到了这个机会。 很多喜欢他的观众,不免关心其他的私人生活。 这才发现,原来他与靖东还曾有过一段恋情。 就读中央戏剧学院的他与靖东是同学,从小就学习舞蹈的原因,他的气质格外出众,尽管表演戏的学生从来不缺颜值。 他还是成为当之无愧的,班花,如此出挑的长相和优秀的学习能力,他很快就成为班里最受欢迎的女生。 很多男同学都忍不住想和他多接触一些。 靖东也在其中。 感情的是谁都无法预料,与靖东接触的过程中,他不由自主地也喜欢上了这位意气风发的同学。 不久,两个人就在校园内初双入队,是同学们眼中的郎才女貌,觉得两个人一毕业就会结婚。 可这段感情,最后因为隋俊波父亲的棒打鸳鸯而无疾而终。 隋俊波的父亲认为,学生要以学习为主,对他抱有极高的期待,恋爱只会影响他今后事业发展。 更何况,靖东与他一样,还只是初出茅庐的演员,根本无法给女儿幸福。 隋俊波被逼无奈,只好分手。 尽管他是最伤心的那个人,可还是做出了这个无法挽回的决定。 与靖东分手后,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和表演上,经常奔波在各大剧组间投递简历,希望能得到锻炼的机会。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,得到了自己首次参演电影的机会,电影《城市的星空》是他的荧幕处女作,也凭借这部作品正式踏入影视圈。 2003年,与导演赵宝刚合作,参演了许多影视作品,《男人帮》、《蝶血孤导》等一众作品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可始终名气不高,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一直忙于拍戏的他,根本无暇恋爱,这可让家人担心不已,开始给他物色合适对象,但结果也不尽人意。 终于,在他34岁那年,嫁给了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黄海。 这一次,隋俊波的父亲没有在反对,而是非常支持,觉得女儿找了个如意郎君。 这一次,他找了个父母亲都看准的女婿,结婚一年后,他们迎来了女儿。 虽然当了妈妈,但隋俊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,而是很快就付出拍戏了。 或许,是有丈夫无条件的支持与理解,他的事业也在家庭幸福的影响下不断攀升。 终于等到了人世间,这个让他发光发亮的作品,事业迈向了更高的台阶。 尽管现在的他事业颇为忙碌,但他没忘记丈夫和女儿。 总会把空闲时间交给家人,只有一家人在一起,才是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刻。 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,才是拥有成功事业的根基。 只有无后顾之忧,才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中,这就是美满家庭的重要性。 好的伴侣,会让人精神愉悦,除此之外,也有助于事业发展。 稳定的婚姻生活,不只靠一个人的努力,相互包容理解,才是婚姻的本色。 接下来说,隋俊波,错过靳东被催婚,34岁嫁导演,成名后给全家买房。 那些帮过我们家的人,我一直都没忘记过。 我舅,我姑,我姨,我妹的房子都是我给买的。 好多人说我孝顺,其实是他们给过我雪中的碳,三冬的暖。 小时候被姑姑称着学舞蹈,长大后被舅舅,小姨供着上大学。 由一大家人称起童年,隋俊波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自己称起一家人。 我没有什么野心,只希望在亲人需要使有能力说一句交给我,这样就满足了。 23岁错过靳东,34岁嫁给新锐导演被宠城堡。 40岁化身雪中汗刀行礼的美人,裴南伟,引骂战,41岁出演人世间,逆风翻盘。 在娱乐圈中打拼20年,隋俊波好像无欲无求,没有绯闻,不求热搜。 曾被赵宝刚导演说,具备一线女星的潜质,但低调做人做事,有温暖的家,恩爱的丈夫,可爱的女儿。 不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而放弃亲人,懂得感恩的隋俊波也是一个人生赢家。 人世间选角时,为了给李璐展现出自己能饰演年轻的郝东梅,已经40出头的隋俊波,特意梳好了两根小辫子就去见导演了。 李璐后来一个月都没给他确切消息。 就在隋俊波以为没有选上的时候,李璐发信息告诉他,赶快做好准备工作吧。 除了热播的人世间,这两年隋俊波的作品还不算少。 有的人虽然叫不出他的名字,但在电视剧里,隋俊波也算是个半熟脸。 1992年,隋俊波13岁,恰好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班正在招生。 此时距离他学舞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,但是舅舅却劝他是一世, 毕竟那是许多学舞蹈的人都梦寐以求想去的学校。 隋俊波自然也不意外,考虑了一番后便决定去尝试看看, 便开始找老师饿补了几个月的舞蹈。 谁知道这么一考,隋俊波却以第五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班。 但家里的负担也更重了,为了供他上学, 母亲每天天没量就推着小车到纺织厂门口卖油条, 一家三口挤在只有15平的房子里。 所有的钱都省出来给隋俊波上学用。 那时候隋俊波深知父母的辛苦, 他在学校非常用功,业务能力在班上拔尖, 他总是班上05的那一个,绝不敢早恋, 满脑子响的都是出人头地,给父母争光。 但作为舞蹈生,除了业务能力形体也很重要, 最大的挑战就是体重,舞蹈生每周都要称体重, 只要胖一点就会被老师臭骂。 十几岁的年纪正是挨饿的时候, 隋俊波总是吃不饱饭, 他每次称完体重后都要大吃一顿, 一个人能吃下两个人的饭。 每天不敢吃饭, 实在饿的话只能吃点黄瓜和苹果。 每天还要不停地练习, 压腿,下腰等高难度动作, 这样的日子虽苦, 但是他都能坚持, 因为热爱, 就这样他练了六年, 此时的他已经出落成了婷婷玉丽的大姑娘。 又加上跳舞的原因, 他的一颦一笑, 一举一动, 都带着优雅, 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终于迎来了毕业季, 也是时候一展身手了。 接到了任务, 他心中喜出望外, 更多的是希望父母能看到自己的表演, 也能为自己高兴。 1998年, 隋俊波在毕业后, 排练了一个重要的节目, 叫做牛背摇篮, 而且担任了女主角。 这个舞蹈作品大获成功, 也让隋俊波有了一些名气, 毕业后顺利成为了一名舞蹈女演员。 可是, 当舞蹈演员对隋俊波来说并没有那么顺利, 首先在年龄上已经不是黄金时期, 所以考虑转行。 到了1999年, 隋俊波又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本科班, 人生再次迎来了转折。 至此之后, 隋俊波从一名舞蹈演员转变成了一名影视演员。 大学期间, 隋俊波就出演了《城市的星空》、 江山、 《我的诗意男友》、 《悄然走进你的世界》、 《护士长日记》等多部影视剧。 生活中的隋俊波简单率真, 喜欢素颜, 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 他涂一点口红就算化妆。 父亲每次给他打电话, 都提醒他不要急急忙忙谈恋爱, 将表演基础打牢, 只有事业好了, 才能拥有更好的爱情。 隋俊波每次都这样回答父亲, 爸, 我知道。 然而, 隋俊波还是瞒着父母, 迎来了一场初恋, 男友是同班同学近东, 那个时候近东还是一个穷小子, 不过对隋俊波还是很好的。 隋俊波喜欢吃学校外面的章鱼烧, 近东为了给他买宵夜, 没少大半夜爬墙出去买, 他的朋友他都见过, 朋友聚会的时候, 近东都会把他带上。 隋俊波性格很好, 和别人都相处得来, 两人感情很好, 一度想要结婚。 不过, 隋俊波和近东都是新人, 两人的工作都很忙。 最终分手了, 隋俊波大三时就出去拍戏了, 他拍了一部电视剧《城市的夜空》, 拍完之后拿到了六万元片酬, 隋俊波十分开心, 自己只留下一千, 剩下的全寄回家里了。 妈妈打电话给他说, 有钱了自己多留点, 不要总往家里寄钱了。 毕业之后, 隋俊波很幸运地遇见了一个好导演赵宝刚, 隋俊波却试境赵宝刚的新剧《夜雨》, 那是隋俊波初次见赵宝刚, 他素颜出镜。 在一群浓妆艳抹的女演员中, 赵宝刚一眼就看到了清丽干净的隋俊波。 赵宝刚很看好他, 后来又让他出演了, 夜幕下的哈尔滨, 女二号关静贤, 隋俊波演技好, 演什么像什么。 之后他又出演了赵宝刚的很多戏, 还成为了宝女郎。 2004年, 隋俊波受邀出演了电视剧《起跑天堂》, 并在这部剧当中遇到了宝建峰, 在剧中两人饰演了一对日久生情的情侣。 虽然隋俊波在拍摄这部电视剧之前, 从未与宝建峰合作过, 但是两人在拍戏时, 却配合得十分默契, 不管演什么剧情, 基本上都很顺利。 在拍摄过程当中, 由于隋俊波与宝建峰两人同框的戏份比较多, 所以在片场时经常能看到两人待在一块的场景, 要么就是两人在拍摄, 要么就是两人在对剧本, 因此那时外界就一直传扬着两人, 因戏生情, 的消息。 随着他父亲知道了他们的消息也很不开心, 随后, 电视剧的热度也慢慢地下降, 隋俊波与宝建峰之间的事情, 也逐渐淡化出了大家的视线。 与宝建峰之间的事结束后, 隋俊波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, 反倒是在娱乐圈中更加, 如鱼得水, 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戏约。 后来隋俊波凭借人世间大爆之后, 出演作品的频率高了起来, 而且都是在大制作作品中出现, 不论是什么样的角色, 他都能演出自己的风格, 赋予角色生命, 也给了观众极强代入感。 虽然他出演的角色不少, 但是每次都会通过对人物的不同演绎, 给人全新观感, 平时也保持好了神秘感, 鲜少出现在综艺节目里, 所以大家记得更清楚的是他所演的角色。 产生了剧抛脸的效果。 后来他经过经纪人的介绍, 隋俊波和一位年轻的导演相恋了, 只不过两个人都十分低调, 没有告诉双方的家人, 圈里人更不知情, 连神通广大的狗仔都没有能够捕捉到任何消息。 2016年, 隋俊波带着女儿走进了闺蜜驾道, 人们发现他女儿长得特别像他, 十分地漂亮。 如今, 有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和一个可爱的女儿, 隋俊波感到非常满足, 在事业上, 他仍会一往直前寻找更多的可能性。 这些年, 他陆续参演了《暗刃》、 《青簪行》、 《雪中汗刀行》和《人世间》等多部筷子人口的影视剧, 演技越来越好, 更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认可和关注。 正如《人世间》里的郝东梅一样, 隋俊波也是一个非常善良懂事的姑娘, 靠着自己的努力, 让父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。 而他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亲戚们, 成名之后, 他极尽所能帮助家人, 给姑姑、 舅舅、 小姨 还有妹妹 都买了大房子, 感激他们从小给予自己的爱。 隋俊波自称是一个没有什么大的欲望和野心的女演员, 他最享受的就是每一次拍完戏回家, 和父母、 女儿、 老公在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。 隋俊波也从来不在意别人的评价, 与其在意别人的评价, 倒不如做自己, 内心的踏实和风营才是最重要的。 自在的生活, 不被身外之物所影响, 坚持自我, 不因外界而波动。 这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和体现。 卡奈基就说过, 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, 你需要勇气去坚持自我。 不要做依靠别人才能过好日子的公主, 而是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, 当一个有风格的女王。